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承德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今天凌晨发布的一则公告中 有一些内容与法无据 而且很荒唐 比如对不配合流道的摄影人员 不仅列入高新区个人失信记录黑名单 而且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不得参军 不得入党 不得报考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等 一些网友质疑 这是要搞株连九族吗 今天中午 承德高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 共同撤销了防控指挥部的上述公告 并且向社会公开道歉 表示将严肃处理此事 承德高新区迅速纠错 应当对挽回不良影响有积极效果 要说近段时间 疫情在全国不少地区再次抬头 把这波疫情压下去 防止它扩散失控 成为出现疫情地区的紧迫事项 但越是这个时候 相关地区治理团队的基本能力和素质 越是面临考验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现在是各地开展无形竞赛的时候 比谁能够最快发现疫情 以最小代价及时将它扑灭 比谁能够避免群众反感的一刀切 大范围静态管理 乃至封城 用精准防疫 保护经济社会秩序 还要比谁能够做到长时间 不因为防控措施 违反法律和常识常理 招致群众的激烈反对 尿城突出的互联网舆论事件 要看到 疫情爆发已经两年半多了 经济受到影响 群众的防疫耐心也受到了很大消耗 目前的社会心理逐渐变得脆弱 此时各地与新发疫情一定要沉着冷静 我们的防疫经验已经非常多了 政府和老百姓在阻止疫情扩散这件事上的利益 高度一致 要把这种一致性充分释放出来 切不可把当地政府与老百姓搞对立起来 政府推行的防疫措施 一定要得到属地百姓的基本理解和支持 如果要推极限措施 比如大范围警态管理 需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他们的必要性 而且时间要尽可能短 有的地方尚未出现疫情 因为加在两个已出现疫情的地区之间 就进行三天的痊愈静态演练 有的城市减少公交班次 但乘客却没有相应减少 变得十分拥挤 反而增加了感染的风险 各种不满的曝光 不断登陆到互联网上 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希望政府控制住疫情 对动态清零确保了极低感染率 持欢迎态度 但是人们越来越担心经济受影响 日常医疗救学等被打乱 因而对各种高强度防疫措施很敏感 而且害怕自己被划入隔离的圈子 可以说 目前围绕防疫的社会心态非常复杂 出现疫情的地区把工作做好了 就是对全国动态清零路线的支持 推出不当措施 引发群众的激烈反对 则是对全国抗疫工作的拖累 甚至抹黑 所以 不是说一个地方采取了最极限的防控措施 就是防控立场最坚定 那些措施得的确是必要的 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才是最终正确的 最后 老胡要表达一个个人看法 在已经有过多个大城市严重陷落的教训之后 而且 鉴于现在的快速筛查措施已经非常方便 大城市再出现大规模传播 并导致大范围的静态管理 是不可接受的 各地应该有能力 一边严防疫情扩散 一边保持基本经济社会秩序 如果还做不到 实在说不过去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